大家好,正式节目开始之前啊,先插播一条硬广 我们准备在6月的21号到6月的26号带领大家呢,去山东省进行游学 主要呢,会去到三个城市,就是威海、青岛和青州 那么听这个名呢,大家就猜到个十之八九 因为这个威海和青岛呢,主要是跟中国近代 特别是海军的这个兴衰,被殖民的这段历史是密切相关的 这是我们平时呢,讲的也比较少的一个内容 比如我们到这个威海会看到著名的刘宫岛,北洋水师提督的衙门 著名的甲午战争纪念馆,这是我认为呢,在中国同类的纪念馆当中建的最好的之一 还有呢,比如我们会看到这个定远舰一比一比例复制的这个模型 另外呢,如果我们到了这个青岛,会看到很多著名的德式建筑 因为当年它是德国的殖民地嘛,1897年德国强租交流湾之后 才有的这个青岛市,那比如像它的天主教堂,基督教堂,总督官邸,什么总督府等等等等 很多地方,另外还有名人康有为的故居 还有著名的这个劳山,劳山道士,这是很有名的 从小我们看动画片里就有这劳山道士,我们可以到劳山一探究竟 另外呢,青岛是中国唯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地 那中国在一战的时候虽然置身事外,但是日德两国为了争夺青岛大打出手 所以青岛有一个著名的一战遗址的博物馆,很值得一看 青州就不用说了,著名的青州造像,这个号称青州的微笑的佛像 所以呢,虽然它只是一个县级市,但这个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 所以非常值得期待,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报名了 好,咱们言归正传 咱们看一些近代史当中啊,中日关系里边呢,里边有一个群体啊,出镜频率非常高 那就是日本浪人 比如甲午战争的时候潜入中国的日本间谍,就有不少呢,是浪人 1932年上海128事变,始作勇者也是日本浪人 这样一个群体啊,在日本可谓是历史悠久,而且呢,几经变征 当然了,他们对中国的影响啊,也是无一有之 所以今儿呢,咱就聊聊他们的故事 浪人呢,又叫浮浪 一开始呢,指的是离开户籍,去其他地方讨生活的人 就相当于咱们中国人讲什么北漂啊,户漂啊,就相当于这种人啊 日本大化改新之后啊,仿照这个唐朝建立户籍制度 每个人住在哪儿,从事什么职业,都必须登记在册 而由于种种原因,离开本业之人,就被称为浮浪人 他们往往呢,聚集于山野之中,打家结舍,祸害的是日本公家 到了联仓幕府的时代,武士阶层在日本兴起 他们有侍奉的主人,而一旦主人因为各种原因不在了 武士失去了职位和领地,就变成了浮浪人 一开始啊,浮浪人的问题还不严重 可是在战国这样的乱世,主从关系被大大的削弱 失去主人的浪人数量一下子就暴增 不仅如此呢,有些武士看着主人不满,自个儿就颠了 你比如滕潭高虎,他这一生呢,侍奉过十几个主人 用浪人已经不能形容他了 所以说吕布三姓家奴,这哥们得十几姓家奴 如此众多的浪人,就形成了各个势力竞相招揽的对象 甚至有些势力的主力就是浪人 你比如说这个大阪战役的时候,风尘家垂死挣扎 已经没有多少可战之兵 但是招募了十万浪人,还抵达了相当一阵子 当然了,还有不少浪人在日本国内无处龙身 就选择到海外拓展业务 或者加入中国东南沿海的武装走私贸易集团 或者自个儿单干 而这批浪人在中国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叫倭寇 这些当了倭寇的浪人,毕竟是专业武士 战斗力自然不是大明的猥琐兵能够比的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大明拿倭寇实际上是束手无策的状态 而倭寇的消灭,除了跟气急光练兵有关之外 也要仰赖日本内部秩序的恢复 等到德川家康一统日本,整个社会再次恢复了秩序 武士和家主的关系被再次固定 在连年战乱和讨伐之后,许多大明或者角色,或者被撤封 到了德川家第三代将军的时候,社会上有五十万浪人 幕府对他们严防死守,颁布了禁止让他们再度成为武士的命令 有些浪人不甘于生活的困顿和绝望选择造反 比如游井正雪,这些人就发动了庆长之变,矛头直指幕府 这次动乱被镇压下去之后,幕府不得不对浪人放开限制 有的浪人被新的主家雇佣 还有的离开了武士阶层,成为了农民或者相扑手 在漫长的江户时代,日本的封建秩序保存的相对完好 武士一般都会有效忠的主家,而社会上的浪人也就越来越少 偶然因为各种原因,失去效忠对象的武士也会重新成为浪人 典型的就是四十七武士 在这个故事里,武士们虽然成为了浪人 但是能够不忘对主人尽忠,选择拼死报仇 最后首任仇人之后切斧自尽 他们的故事在日本被代代传送,成了后世武士们的榜样 如此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在幕府末期出现了松动 1850年黑船来航之后,日本德川幕府被迫放弃了锁国政策 打开了国门 此后面对西方的冲击,日本不论是武士还是其他阶层都无力抵御 大量的老百姓生活困顿 更有不少武士因为主家无法供养,而被迫成为浪人 面对社会上又一次的浪人激增,幕府这个时候全无良策 而浪人也在面对日本巨大变局的时候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有的决定推翻幕府的统治,为日本寻找新的出路 你比如说版本农马,还有的选择维护幕府的权威尊严 比如后来日本动漫文化当中鼎鼎大名的新选组 从黑船来航之后将近20年的日本历史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被这些分属不同阵营的浪人们推着走 到了1868年,德川幕府大政奉还,明治天皇即位之后 马上开始颁布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史称明治维新 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在1873年颁布的废刀令 实行四民平等政策,取消了武士阶层的特权 如此严令之下,武士自然不肯坐以待毙 后来发生了西南战争,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好莱坞拍的最后的武士,其实就是讲的西南战争的历史 当战争最后结束之后,小部分武士想办法成为要裁罚政客 大部分武士其实就成了国家命令下适时的浪人 这个时候的日本跟德川幕府不同,积极谋求向外扩张 如此一来,那些失去生活仰仗的浪人就有了新的出路 要么参军以军人的身份为日本帝国效力 要么自发组织民间社团,干一些这个国家不变参与的事情 1880年代以后,日本以大清为假想敌,谋划征服朝鲜 浪人们就组成了各种团体,为日军刺探情报 为后来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就立下了大功 其中作为间谍的中方小太郎化妆成农民 竟然想办法混进了北洋水师戒备森严的危海外基地 记下了北洋水师的兵力部署 甚至还登上了纪远舰,近距离观摩大清水兵的训练水平 在这些浪人间谍的眼中,北洋水师在日本联合舰队面前 毫无秘密可言,最终全军覆没 而中方小太郎也在战后获得了天皇的破格接舰 有了这样的榜样,那日本浪人就更加积极的参与到军方和政府的大陆征服政策当中 各种民间团体雨后春笋般的冒了出来 比如咱们之前讲过的黑龙会 而有些浪人正在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乱局中成了风云人物 这里边最著名的就是川岛浪肃 积极筹划满猛独立 并且积极筹划建立委满中国 更是收养了满清肃秦王的女儿 这就是著名的汉奸女特务川岛疯子 就这样,浪人这么个团体一步一步的卷入了日本侵华 并且在相当多的场合充当了急先锋 1932年爆发的上海128抗战就是一个典型 当时的日本急于在上海挑起事端 转移918事变以来的国际注意力 而这样的事情军人又不好直接下场 于是一些日本的浪人僧侣在军队的指使之下 向上海的三有毛巾厂扔石块 并同中国工人发生流血冲突事件 在这之后又去法族界扔炸弹 把这个事件扩大,最终导致了一场大战的爆发 昭和时代的时代背景之下 浪人有这样的行为,应该说在意料之中 他们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早就跟日本的国运完成了深度的绑定 所以当日本帝国扩张世仇正盛的时候 浪人们可以讲是春风得意 但是当日本的扩张踢到铁板上 最终完蛋的时候 这些浪人也就随着日本帝国的灭亡 坐鸟受散了 二战之后 日本已经没有了严格意义上的浪人 只不过这个名字在历史上影响深远 所以往往被用来指代别的事物 比如失业者就叫浪人 但这样的浪人既没有为主家尽忠的觉悟 更不会被军国主义指使来卖命当炮灰了 好了,关于日本浪人的故事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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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